走在台北城市中 透過公車看板查看公車即時資訊 還有路上交通狀況 隨時用APP查看得知是否擁塞 還有許多便利的智慧設計 都藏在生活中方便你運用 在2023智慧城市展中 台北市院警館展示許多科技應用 便利人民生活 也蘊含許多龐大商機 那我想台北市的智慧城市 並不只是國內的標杆 其實我們是世界的標杆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們在世界排名裡面 我們其實是排名第四名 在亞洲我們僅次於新加坡是第二名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活力展示的機會 所以接下來就讓我用短短的時間 讓大家看看在今天的台北院警館裡面 有哪一些內容是大家不可不看的內容 所以首先我們看到第一樣東西是 我們有幾項互動的體驗 第一個是我們有一個虛擬的導覽員 那這個導覽員顯然就在旁邊的這個屏幕這邊 那這是我們如同剛剛市長所說的 在這個屏幕裡面我們會有一個3D人 那我們背後結合了時下最流行的 深層式人工智慧 也就是我們微軟跟我們配合最近最流行的 Champ GPT是它背後的引擎 你可以自由的跟它說話 然後來進行這個場館的導覽 所以我們結合了最尖端的科技 第二個部分是在我們許多裡面的展館裡面 特別像是在台北大數據中心的展攤 我們這個地方有一個裸式3D的技術 相較於你可能在Google Map裡面 你可以看到環境 但是在這樣子的一個屏幕裡面 你看到的不只是環境 而是3D的環境 你再也不用戴上VR眼鏡 你用眼睛就可以直接看到3D的裸式 好 那第三個當然就是在這邊 我們跟社群也有非常好的結合 就是只要你打卡上存照片 而是Hashtag Smart Taipei 我們就可以兌換專屬的紀念照片 除此之外 在這裡我們有11大的主要亮點 包含智慧台北 智慧交通 智慧政府 智慧健康 智慧安防 智慧教育 智慧環境 智慧建築 智慧經濟 靜靈永續 當然最後一個是我們這邊也有一個咖啡Bar 是當你在做互動環節之後 你就可以使用NFT來兌換這個咖啡的體驗 同時我們這裡也有一個就是展館的集點活動 我們台北市政府在這個展區有台北市院景館 其實大家來看我們這個展區總共有8個區塊 有36項的科技創新應用 而且都落實在我們的市政推動 早上開幕典禮完 我還特別來這邊逛了一下 我們有結合建築 結合智慧教育 還有這一次我們捷運公司有獲獎 特別獲得一項金獎 就是我們有一套捷運預警的系統 也就是可以事先預判可能發生的危險 那這項獎項聽說也得到海外 包括新加坡他們都很有興趣來學習 那我想台北市社會首三之區推動智慧城市 絕對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使命以及責任 那我想這一次我們智慧城市展 整個展區等於算是疫情之後 我們再創所有與會的各位海外貴賓 參與的新創團隊再創歷史新高 我們總共有1500多位的海外貴賓 而且總共南北參展就有550家的廠商 所以很高興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交流平台 彼此的學習 彼此互相的合作 那另外這一次我們智慧城市展的一大亮點 也就是我們的首長高峰會 我們與許多國際的城市 不管是市長 副市長還有他們的代表 一起來探討兩個主題 一個是智慧財稅 一個就是大家最近很關心的人本交通 我想透過城市之間實際的經驗 大家可以彼此的參考 彼此的進步 那台北市其實我們有非常好的基礎建設 我們也進行相關的數位轉型 我們也會透過很多新的技術 包括最近很夯的CHAT GPT 我們這一次台北院警館也特別跟微轉 他們提供的CHAT GPT技術 他們Moment X有一個互動理真的機器人的智慧導覽 等一下我們也會有一個橋段來展示 那我想包括結合大數據的分析 5G 人工智慧還有顯示技術等等 上個星期我也才參加在內湖 我們一項數位內容創新中心的開幕典禮 預計在2026年會正式完工 屆時我們會預估有150個新創團隊 而且我們會引進13億的資金 來協助相關技術的發展 這些也都是全球目前在重點發展的領域 我想台北市一定會成為不只是數位轉型 以及綠色轉型的指標典範城市 所以這次除了智慧城市展 樓上還有淨林城市展 我們是首次連展的方式來進行 所以除了數位轉型 我們也不要忘記 城市發展永續的目標 低碳 節能 2050淨淨碳排 所以台北市我們會在建築 交通 教育 觀光各個領域 我們都會導入智慧技術 智慧城市展即淨林城市展18號 在南港展覽二館開展 直到31號 展覽規模再創紀錄 共550家參展單位 1950個展位 比去年成長35% 在教育 醫療 交通 安房 建築各類 都有智慧聯網應用 歡迎民眾參觀 記者翁俊 台北報導 中間 中間 好來 中間的後面 中間 中間 中間